远方的家一带一路是这组 走进沙漠小城 瓦尔扎扎特 观看婆婆人传统歌舞 所有的男人手上都拿着鼓 一起跳 为这些女人在伴奏 我真挺想知道 她们在唱些什么 感受北非音乐的独特美丽 做客市长家中 品尝特色美食 胖斯蒂亚 这些是他们的国家 他说你是我们这个 整个摩洛哥的一个 形象的一个大使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95集 摩洛哥电影之都 瓦尔扎扎特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 一带一路是这组 离开爱本哈渡村 驱车响东 前往沙漠小城 瓦尔扎扎特 瓦尔扎扎特 在波波尔语中的意思 是宁静之地 由于地处 撒哈拉沙漠边缘 它也被称作 沙漠之门 车行大约40多分钟 我们驶入市区 街道上 往来车辆和行人不多 城市中 有很多卡斯巴士建筑 由于很多知名影片 都是在这里拍摄而成 瓦尔扎扎特 也被誉为是 摩洛哥的电影之都 在一座城堡前 我们见到了 等候再次的 德勒斯市长 您好 市长先生您好 我们跟随德勒斯走进城堡 看到广场上挤满了人 上百位身穿民族服装的 波波尔人 伴着古典跳着舞 还唱着古老的歌谣 为了欢迎设置组的到来 德勒斯特地举办了一场 盛大的欢迎仪式 也希望借此让我们了解 波波尔人的传统歌舞艺术 在这一场 听德勒斯讲 人们正在跳的这种舞蹈 名为阿乌阿西舞 是居住在山区的伯伯人舞蹈 跳舞时 男人在场地中央 敲打羊皮股伴奏 女人们则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 相互挽着手 围成圆圈翩翩起舞 每种颜色对应的一个团队 但是他们穿的都是伯伯伴 传统的衣服 阿乌阿西舞是伯伯人 最古老的舞蹈之一 常在节日式跳 其节奏曲调和舞步都比较简单 跳舞者随着鼓点 手拉着手慢慢舞动 舞蹈形式与中国藏族的 郭庄舞的舞步和节奏有几分相似 他们是为了舞蹈 他说这个人是在这里演读乐器的 然后敲鼓的 然后周围的女的 然后是唱歌的 太好听了 我觉得有一点恍惚 因为这种歌声 可能在我们中国的一些 少数民族当中也会有 也是那么的糟烫 但是看着他们的面孔 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在摩洛哥 瓦尔扎扎特 作为伯伯人的故乡 传承直进的民间歌舞 种类很多 大多都是来源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 展现了波波尔人古老的生活风貌 人们节日时 总会再歌再舞来表达喜悦之情 以及对生活的热爱 所有的男人手上都拿着鼓 一起为这些女人在伴奏 我觉得很想知道 他们在唱些什么 听德勒斯说 波波尔舞蹈是摩洛哥传统民间歌舞的代表 每年摩洛哥国内都会举办全国性的艺术节 各种风格的波波尔舞蹈汇聚一堂 精彩分成 太震撼了 太美了 场地中央的男人们用力拍打着羊皮鼓 隆隆的鼓声激动人心 随着古典节奏不断加快 歌声也更加嘹亮 现场气氛逐渐达到了高潮 身着艳丽服装的波波尔妇女近期无动 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之中 热烈的气氛感染了汽车 也跟着波波尔妇女一起跳起来 波波尔人自古能歌善舞 歌舞艺术种类繁多 并且风格各异 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音乐 诗歌和舞蹈 完美地融为一体 震撼人心的舞蹈 让我们感受着波波尔人传统歌舞的魅力 世代生活在这里的波波尔人 以他们特有的顽强与坚韧 传承着古老的艺术 也展现着生命的激情与福利 我觉得好荣幸可以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当中 尽管在当地的传统当中 是只允许年长的女人才能跳舞的 但是我加入他们当中 作为这个相对年轻的 然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 我们肤色不一样 他们唱歌我也听不懂 但是我在这儿真的可以感受到 一种特别令人震撼的美 这种歌声的美真的是超越语言 超越国界 超越文化 直抵人心 太美太美了 在波波尔人的古老风俗中 年轻女子不能参加歌舞表演 但为了让传统歌舞得以传承 如今很多年轻女子 也被准许参加歌舞表演 我把你们给忘了 我把你们给忘了 太美了 歌声再次讲起 几名年轻的舞者 敲打着手骨来到场地中央 德勒斯说 这是摩洛哥中部地区的 波波尔人舞蹈 主要表现猎人的生活 这种舞蹈节奏明快 动感十足 极去感染力 体现出浓郁的非洲音乐特点 伴奏乐器 主要是手骨和响板 舞蹈动作自由奔放 又充满技巧 精彩的表演 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兴奋 伴着古典节奏 很多人随之舞动 我们的记者 也被这热情奔放的歌舞所感染 作为传统民间艺术的代表 波波尔人的传统歌舞 已经成为摩洛哥的文化遗产 身受政府的重视 也得到很好的保护 德勒斯说 这种波波尔人舞蹈中 还包含了说唱音乐元素 有时会即兴加入台词对话 带有很强的戏剧表演性 和现代音乐剧有几分相似 你们为什么那么高兴 你们在穿什么 这些组织是年轻人 一直在愉快 都比他们热爱 都比他们热爱 这位表演者名叫艾依特 由于对传统音乐舞蹈的喜爱 他和几个伙伴在几年前 成立了这支波波尔乐队 真的你们演奏得太好了 给我的感觉好像你们天生 又会打这些鼓一样 是专门有人教你们的吗 还是你们自己在 摸索的过程中 自己学的 他们在学习在房间 他们都学习这些人 他们家里的父母都有这个演奏 这种专门 他们没有进入专业的学习 他们可能是父母 然后教他们 他们通常会经常去各地 各个地方去演奏 他们不只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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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去中国表演 希望有一天 能在中国看到你们演出 他们会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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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表演 他说如果中国能邀请我们 过去表演 我们会非常非常地高兴 会有人邀请的 德勒斯希望更多中国游客 来到瓦尔扎扎特 感受传统民间歌舞的 独特魅力 欢迎一时之后 我们跟随德勒斯 来到城市广场对面的 电影博物馆 见到了马乌勒尼德馆长 听他说 瓦尔扎扎特是一座 名副其实的电影之城 城市中有很多座 大型影视城 许多国际知名影片 都曾在这里进行拍摄 这座博物馆曾经是一座影视城 为了展现这座城市 与电影接下的布解支援 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瓦尔扎扎特市政府 便把这座影视城改为博物馆 我们走进一座摄影棚 里面的场景设计 是古罗马时期的宫殿造型 致景效果十分逼真 这里是什么电影的场景呢 首先这是一个军王室 是一个什么 军王室 国王的一个大厅 是 这里拍过什么电影 可能有一些电影 这个法语跟中文的译版不一样 所以可能光听法语听不出来 但是我是知道这里拍过很多 像类似于像角斗士 权力的游戏 很多一些大片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瓦尔扎扎特以其独特的自然风貌 以及古老的风俗文化 吸引了世界各国影视剧组 至今这里已经拍摄了上百部影视作品 我知道有一部中国电影 也是在这拍的 你们听说过吗 《红海行动》 听头的四手 中国电影《红海行动》的外景拍摄地 就在摩洛哥 片中大部分场景 都是在瓦尔扎扎特拍摄完成 市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发展 希望将电影产业 作为城市发展的经济支柱 为了发展电影产业 瓦尔扎扎特还纠建了机场 城市中有多家高档酒店 还成立了一所 北非地区最好的电影学院 各种影视配套设施都很齐全 这是阿拉伯德劳伦斯 1962年 我们走进一个展厅 看到墙壁上挂着很多电影海报 这些电影都是在 瓦尔扎扎特取景拍摄的 这是巴别塔 这个片子也是当年获大奖的片子 然后我特别地喜欢 然后没有想到拍摄这部片子的地方 我今天已经来到了 突然感觉跟这个影片的距离近了很多 电影巴别塔是墨西哥导演 亚里桑德罗 伊娜里图执导的著名影片 该片于2006年上映 在第79集奥斯卡金像奖中 荣获六个单项奖的提名 我觉得这个片子 它之所以能成功 当时看的时候非常震撼 有一个部分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的外景地的取景 所以巴尔扎扎特应该是 有很大的功劳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 如今这座沙漠小城 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电影拍摄基地 市长先生 从第一部电影到现在 已经是几十年的时间了 所以对于巴尔扎扎特来说 是不是电影产业 也是你们财政收入 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一场场 很多人工作 也关系到旅行 我们有很多电影 在酒店 我们有很多电影 我们有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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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技术 德勒斯希望能与中国影视业开展合作 吸引更多中国剧组到瓦尔扎扎特进行拍摄 看过很多电影场景后 我们来到电影器材展厅 这是他们当时拍了以后留下来的吗 所以有一些道具 有一些这个 展厅里不仅有摩洛哥第一台摄影机 还有第一台电影放映机 以及很多早期电影吸引设备 他们都见证了摩洛哥电影发展史上取得的成就 他说这个电影里面展示的各种元素 都是他们那个瓦尔扎扎特的一些财富 他有一种建筑风格 一些饮食 一些美食什么的 他说这个电影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大事 一个新疆的大事 电影将瓦尔扎扎特与世界连接在一起 这座城市因电影而兴 也因电影而闻名世界 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 这座美丽的沙漠小城 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做客市长家中 品尝特色美食帕斯蒂亚 他说你是我们整个摩洛哥的一个 形象的一个大事 采访摩洛哥国家旅游局长 远方的家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第495集 摩洛哥电影之都瓦尔扎扎特 正在播出 地处撒哈拉沙漠边缘的瓦尔扎扎特 光热资源极为丰富 在城市边 有一座努奥太阳能发电源 它是世界上目前规模最大的 太阳能聚热电站 在电站建设中 中国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山东电舰三公司 承接了电站二期和三期工程的设计与安装 由于平时工作往来频繁 德勒斯与电站的中国员工也成为了好朋友 为了欢迎设置组 他邀请我们同电站的几位中国朋友 一起到他家做客 傍晚时分 我们应邀来到德勒斯市长家 谢谢您邀请我们到您家来 德勒斯来到门口迎接我们 见面之后带着我们走进房间 在一楼客厅里 我们意外地发现了几张挪奥光热电站的照片 真好 我们终于在图片上看到 这一次很遗憾 没有办法去现场去拍摄 由于挪奥电站处于施工收尾阶段 尚未对媒体开放 我们也希望通过德勒斯了解些情况 听他讲 挪奥电站三期项目 是目前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 塔式太阳能聚热电站 这座电站落户在瓦尔扎扎特 让他深感骄傲和自豪 去了很多次 那您在那儿的切身感受是什么样的 德勒斯说 摩洛哥电力能源一直比较紧缺 每年都要花费几十亿美元 从国外进口电力 挪奥光热电站的建成发电 将彻底改变摩洛哥电力紧张的局面 那你们当时在这个招标的过程中 又为什么选择了这个山东电建的公司呢 他说不仅仅是他 然后对这个项目非常非常关注 非常非常重视 整个摩洛哥人对这个项目也非常非常重视 因为他作为这个瓦尔扎扎特的市长 然后他应该理应 然后是第一个 然后感到对这个项目感到自豪感到骄傲的 努奥光热电站建成投展后 能为摩洛哥提供近50%的电力供应 解决了电力紧缺的问题 还能将剩余电力出口欧洲 使摩洛哥从电力能源的进口锅 转变为出口锅 推动了摩洛哥能源产业的发展 摩洛哥和欧洲国家 它这个用烟光风期不同 它有这个在不同期 它还要把部分电子输送到欧洲去 但是呢 周和军是努奥电站三期项目经理 听他讲 从空中鸟看努奥电站三期项目 就像一朵大大的向日葵 中央是一座200米高的光热发电机热塔 在光塔四周安装了7400面巨大的定日镜 每台定日镜面积达到178平方米 光塔通过吸收定日镜反射的太阳能 对熔岩进行加热 再产生蒸汽驱动气轮机组进行发电 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我们的基本上 可能要进行 我们不需要进行 而且还可以输出 Noura,阿加SHUTO D'ailleurs, comme j'ai déjà dit, dans la politique du gouvernement du Maroc, le roi, bien sûr, il a donné ses instructions pour que le Maroc puisse avoir 52% de l'énergie du Maroc sur, bien sûr, le solaire, l'éolien, l'hydraulique. Alors ça, c'est parmi les grands projets de ce grand projet qu'on a comme vision du Maroc. 努奥光热电站 不仅是中国技术和中国装备 迈向国际市场的代表工程 也是中母两国务实合作 互利共赢的典范 介绍过情况 德勒斯带我们来到二楼 见到了他的妻子萨米拉 这是市长夫人 这是我们中国 比较有象征的意义 和传统文化的一个夫君 送给你夫人 由于经常受邀到 德勒斯家中走客 周和军还带来一些小礼物 为了表达对摄制组的欢迎 德勒斯夫妇送给了我们一块 手工编制的挂毯 是 是 这是一个纪念 这是给电视台准备 谢谢 谢谢 这是手工编制的 是 非常漂亮 挂毯的图案是一座 卡斯巴风格的布布尔建筑 充满了浓浓的异域风情 可以这样拿着 我发现很多他们当地人 都喜欢这样卷的这个地毯 就是因为携带方便 然后走哪就可以 席地而坐 铺开就是了 为了欢迎我们 萨米拉还精心准备的 丰盛的摩洛哥菜肴 我们来到厨房 她向我们介绍摩洛哥名菜 帕斯蒂亚 帕斯蒂亚 是我在摩洛哥吃过的一种 非常喜欢的当地的食物 没想到我今天可以 亲自看他们做 帕斯蒂亚是一种摩洛哥馅饼 也是节庆或婚礼式的主要材料 由于制作过程复杂 常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做好 萨米拉戴上手套 开始做帕斯蒂亚 她先将木耳 青椒 蘑菇 橄榄 等多种配菜和香料 倒入调配好的海鲜中 再加入奶酪和中国产的粉丝 然后放入洋葱 鸡蛋和杏仁 萨米拉搅拌着馅料 德勒斯也过来帮忙 她揭开盘子上的塑料膜 里面是很多薄饼 哇 太难得了 我估计市长是第一次 奉手帮她太太 就是第一次进入厨房 就是第一次进入厨房 萨米拉在盘子上涂里层黄油 然后将薄饼摊开 这种饼很像中国吃烤鸭时 配的薄饼 但它更大也更薄 薄饼铺开后 萨米拉将搅拌好的馅料 放在薄饼上 填好馅料 还要用薄饼包裹好 再涂上一些黄油 然后就要放入烤箱烘烤 一般要烤三四十分钟 我们待会儿就等着来品尝您给我们做的这个 就在等待的这段时间 几位中国员工做起了中国菜 听德勒斯说 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中国菜 您是每次来都会带两道中国菜来吗 对 经常交流的 不仅仅是业务上交流 在餐桌上的美食也要交流交流 萨米拉很希望学做中国菜 听王光春说 每次他们做菜时 萨米拉都会在旁边认真观看 不一会儿功夫 这道呛炒油菜就出锅了 鲜不鲜 好 只要不鲜就鲜 来来来 吃什么 这边 非常好 非常好 好吃吗 来的这边 来的 来的 接到中国菜肴做好之后 帕斯蒂亚也烤好了 美味菜肴摆上餐桌 德勒斯用刀叉先将帕斯蒂亚分成小份 放入我们面前的餐盘 刚做好的帕斯蒂亚香气四溢 记者迫不及待地想赶紧品尝一下 非常好吃 这是我吃过的中国粉丝 跟平时的味道最不一样的一次 但是很好吃 帕斯蒂亚外表焦脆 口味鲜香 由于放入了很多中国粉丝 吃起来和中国的春饼有点像 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听德勒斯说 用中国食材制作摩洛哥材料 有很好的象征意义 中国两国的友好合作 不仅体现在经贸文化的领域 即使在美食上 也能得到充分展现 你们是在这里施工的企业方 然后为什么会跟市长关系这么好 平时还经常到这来吃饭 一般我们周末有时间 我们也邀请她去我们生活区 吃我们中国餐 我们市长跟我们市长夫人 比较喜欢我们中国的水饺 然后还喜欢我们中国的一些汤 然后我们来她家 她和市长夫人自己做这些 就像现在给我们吃的一样 这些菜有时候你在外边是吃不到的 只有他们自己做 所以我们今天被邀请看到是这一幕 但是其实平时你们是礼尚往来的 你们也会邀请市长到你们项目方去是吗 对 那市长先生您觉得 跟他们这群在这里工作的中国人相处之后 他们有没有让您觉得 跟以前您想象中中国人不一样的地方 诺奥项目建设过程中 中国企业与当地政府和居民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友谊 彼此之间不仅是合作伙伴也是好朋友 周和军说 摩洛哥工业基础相对薄弱 专业技术人员极为缺乏 因此他们在项目建设中 非常重视对当地员工进行技术培训 从而为摩洛哥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 你来这地方建设公司 你要跟人家留下什么东西 第一你要把技术以为了 毕竟这个电厂在运行二三十年 你要从头到尾陆陆续续教他们 然后等他们掌握着技能 所以就通过这种关系 一部分中国人带动 一部分摩洛哥人这种模式 无论是劳工和劳工之间 还是我们的管理寸和管理寸 或者我们三中间三公司 挪洛相部跟当地政府 市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 就通过这种合作的方式 来提高当地的就业率 也提高当地这种电站的 人员的技术能力 提高他们的就业率 对 我相信你们做到了 从今天这个市长 把我们请到家里 然后对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都可以感受到 他是真心把你们当朋友 除了工作上的合作伙伴之外 他生活中也非常愿意 跟你们结交朋友 愿意结交中国人 所以我们也沾你们的福 今天可以来吃到 这么好吃的摩洛哥菜 来 再吃一点 他说你是我们这个 整个摩洛哥的一个 形象的一个大使 美味的菜肴和诚挚的友谊 让我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 德勒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 向中国朋友表达他的真诚邀请 和美好祝愿 他欢迎更多中国游客 前去旅游观光 也希望更多中国企业 前去投资合作 他由中祝愿 中母两国的未来更加美好 采访摩洛哥国家旅游局长 走进中国大使馆 与新老朋友欢聚一堂 一带一路的创与 一定能够问 中年合作 带来新的对面 带来新的前景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 一带一路 第495集 摩洛哥电影之都 瓦尔扎扎特 正在播出 结束了瓦尔扎扎特的拍摄 设置组回到摩洛哥首都拉巴特 前往摩洛哥国家旅游局 在局长办公室 我们见到了阿德尔菲克尔局长 他向设置组表达了问候 并将一套摩洛哥风光片 赠送给我们 我们也将栏目组 曾经拍摄制作的 长城内外节目光盘 赠送给菲克尔 希望他通过我们的节目 更多了解中国 菲克尔高兴地接手了我们的采访 您好机长先生 我们知道您之前到访过中国 能不能告诉我 您对中国的印象是如何的 菲克尔说 摩洛哥是一个古老神秘 而有自由开放的国家 也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地之一 在非洲国家中 摩洛哥的游客接待量 已经连续五年排名第一 我们手上看到的数据是 自从摩洛哥对中国开放免签政策之后 2017年来摩洛哥旅行的中国人 达到了12万 到了2018年达到了20万 请问这个增幅是否是在你们的规划 在外面之内还是超出了哪些用选择 是很重要的连续到这种发展 当当祭祷祂的摩洛哥的摩洛哥 他决定了 他决定了解决于中国人来的决定 这一段决定的决定是一个决定的决定 这一段决定的决定是一个很厉害的 来发现中国人来发现中国人来发现 中国人来发现非常 favorably 中国人来发现中国人来发现 因为我们也在决定的决定 所以在决定的决定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决定 是非常重要的增加 我们也在决定的增加 但我们知道 自从摩洛哥政府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政策以来 中国游客数量迅速增长 摩洛哥两国在文化旅游领域的合作也进一步加深 对于大量的越来越多的要来摩洛哥旅行的一些中国游客 你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吗 采访最后 菲克尔对《魔中两国》计划于2020年共同举办的旅游文化年活动 表达了祝愿 他希望通过活动促进两国旅游文化领域的合作 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友谊 结束了对菲克尔的采访 我们来到位于拉巴特的中国驻摩洛哥大使馆 应要参加在这里举办的一场 中摩两国民间友好交流活动 走进活动现场 我们见到了李立大使 谢谢您要求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我想既然到了摩洛哥 有一个对中国友好的这样一个份 我觉得非常重要 那像今天到场的都是您的客人 您都邀请了当地的什么样的人过来参加这个活动 其实今天晚上很多特别有意义 因为我们在摩洛哥工作的期间 得到了很多致力于摩洛哥友好的这样的当地人士的支持 所以我们特别把这些长期以来支持 中摩友好的这些当地的人士请到使馆来 大家共序也请 李立说 2018年是中摩两国建交60周年 两国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 很多摩洛哥民间友好组织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她希望通过此次活动 感谢老朋友 结识新朋友 李立还向我们介绍了几位摩洛哥友好人士 穆罕默德·本尼斯先生 是摩洛哥合作促进会的会长 你亲我中国吗 从2000年以来大概已经到中国去了40次 真的啊 我非常了解中国 我去到中国好多次 我有好多中国的朋友 我在中国有很多工作 中国的公司和中国的政府 然后我们现在继续在中国之间 开展一些合作活动 中国从来没有给我带来过失望 在活动现场 我们还见到了几位曾经接手设置组采访的老朋友 新老朋友欢聚一堂 共兴友谊 活动结束后 李立大使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刚才在跟您聊天的时候 您说摩洛哥给您的印象是有味 我特想知道这个有味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实际上说有味的话 应该是说这个国家还是很有含义的 因为从历史上来讲 它是一个有一千多年文明发展的一个国家 然后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 它又是一个独特的 走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因为我们一谈到非洲国家的话 很多的非洲国家都是 接受了西方国家的殖民地 但是摩洛哥呢 它当时和法国的关系呢 它是一种保护国的关系 所以它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被殖民的国家 然后在独立以后 它的政治制度又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政治制度 在这个政治制度的影响之下 国家始终保持了政治的稳定 文化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 所以这样一个国家在非洲国家里头 它是独书一致 李立说 2016年5月 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访问中国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 并签署了建立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给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带来了更多机遇 摩洛哥的国王之所以决定 很突然的 一下子决定取消所有的中国人的签证 实际上跟我们习总书记 亲自做工作是有关的 因为总书记在国王访华的时候 曾经受晚宴款待他 在这个晚宴过程中总书记介绍了 中国愿意和摩洛哥发展 进一步的友好合作关系的这样的强烈的愿望 也点出了目前两国在发展过程中 在合作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比如签证男的问题 然后总书记亲自做工作 介绍了中国的对外旅游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潜力 和中国人会喜欢摩洛哥的这样一个信息 传递给国王 结果国王回去以后 当天晚上做出的决定 决定取消摩洛哥对中国入境的所有的签证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且特别想强调的说 这个取消是单方面的 也就是现在摩洛哥到中国去 我们还是要求他要办签证 但是中国人到摩洛哥来 就像你们这次来到的机场是畅通牛组 说走就走 所以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是由两国领导人共同完成的 所以这个也是在两国合作发展过程中的一段佳话 那您觉得在这个一带一路的倡议之下 中某两国关系的合作 在未来有可能在哪些领域 有更大的潜力发展空间 其实我们在谈到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 我们是非常强调一国一策 要结合各个国家的不同的情况 那么我想就放野非洲的各个国家的话 其实摩洛哥是一个比较独特性的国家 它无论是在它的经济发展水平 无论是在它的经济发展环境 各个方面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优势 那么我想中国和摩洛哥 现在我们正在探讨的 第一是希望在我们的工业制造业的领域 能够求得发展 同时我想摩洛哥的服务也非常发展 包括它的金融也发展非常发展 那么我想双方如果在金融领域 加强沟通合作 特别是面向非洲 既能解决我们走向非洲的资金安全问题 也能够进一步扩大两国的合作范围 一带一路的倡议一定能够为中国合作 带来新的动力 带来新的前景 所以我想这样一带一路的倡议 在摩洛哥应该是得到了积极的反应 在摩洛哥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中国与摩洛哥交往历史远远流长 两国人民有益 利益就弥坚 摩洛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 两国政府不断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 旅游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通过相互借鉴 许长补短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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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